我们国家每年要解决一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我们仅今年高校毕业就有七百六十五万人之多 还有呢高中 还有呢初中 还有再就业 等等等等全加起来 估计一年怎么也得有一千五百万人口要求就业 这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是个压力 那么有人跟我这么说 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观点 说这个考学校 就是名牌大学的这文凭只对高级打工者有用 对一般打工者用处不大 一般打工者一定要看见能力 对创业者也没用 创业你爱有没有文凭 你看历史上创业成功的 美国大家知道的这些有名的人全都是大学没毕业的 所以这文凭只对高级打工者有用 一说你那大学毕业的 然后呢再搞个同学会 或者再弄个EMBA班 大家混成校友 互相帮个忙 帮衬着 没准能有点用 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业对你来说 可能比考大学还难 今天毕业生呢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个难题就叫就业 就业呢也叫择业 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这个职业 国家为此发愁 一到这儿啊 各个媒体也动起来 各个机构也动起来 国家发愁 这个人呢也发愁 这是一两头难的事 国家发愁是发愁什么呢 是发愁这么多人 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岗位 而个人发愁是什么呢 是哎 我这个怎么能找到一个多发我钱少干活的单位 最好能找到一个只发钱不干活的单位 所以个人发的愁是这个 找工作 我告诉你在今天在中国并不难 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难 什么叫理想 我们这个理想就是想象中的事 这个理想可能近可能远 有的人理想目标定的大 所以工作永远找不到合适 那么在就业和择业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就业是政府要解决的 择业是你自己要解决的 这个社会问题呢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没这词 没有择业 与此相关的一个词很有意思 这叫分配 甭管你是干嘛的 甭管你是大学毕业中学毕业 还是小学毕业 您那工作是国家给你统一分配的 这分配还有一词呢 叫统一分配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建国就开始了 1949年建国以后 50年就开始了 全国高校毕业生呢 就由国家统一分配了 那我们今天的人说 呀统一分配多好啊 说我们就不发这愁了 说现在大学还没毕业呢 最后一年天天去到那种招聘会去 发简历 光简历印了得有一金了 对吧 到处发去 我告诉你 我写过一篇文章 好多年前我写过 我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自由叫选择 这个选择是双向的 你到一个单位 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单位 或者你认可这个单位 如果你不认可这单位 你根本就不喜欢这单位 你肯定不去 这就叫双向 单位呢 也是看你能够胜任 你才留用你 不胜任对不起你了 那么这个停止分配 在什么时候开始停止的呢 上个世纪末就开始 从这个 96年开始就慢慢实施 到很快 就好像到98年的时候 就大范围的实施 到2000年的时候 就一刀就切了 那么国家管你分配 管了50年 我年轻的时候 就在这50年之内 所以我是国家管分配的 我没发过这个择业的筹 我也没递过简历 什么都没有 那么今天的人说 我真是不幸福 我觉得你今天很幸福 如果今天我们国家 依然是国家管分配 统一分配 大学毕业以后 全是分配 你的焦虑会更多 会引发社会更多的腐败 你会觉得很多事太黑了 怎么我那同学 还不如我分的单位 比我好呢 你今天没这事 你自己去竞争 你认为你好 你去竞争 单位有时候都会发招聘广告 对不对 我前一天在一个 那个新闻上看了一词 我自个愣半天 想半天都没明白 我再仔细看了 我才明白 叫萝卜招聘 什么叫萝卜招聘 猫腻 萝卜招聘 我们有一个俗语 叫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萝卜招聘 就是为这个萝卜挖的坑 量身定制 为县里 就招一公务员 这公务员必须什么呢 必须比如学才快 必须是英国大学毕业的 美国大学毕业都不成 必须女性 必须年龄多大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一算 好 全县符合这标准的 就是一个 县里一个官员的女儿 这就叫萝卜招聘 定向的 貌似公平 实际上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我们的社会 就立刻把这个 就曝光出来 大家就讨论说这太不公平了 说你这种定向招聘 好像是很公平 实际上是一个就跟分配差不多吗 那我们以前分配 仔细想 我们做过很多无用的事 现在想起来我这一生中 好像无用的事很多 但是你仔细想 你所有的无用的事 不定哪天就变得有用 对吧 我在农村待过吧 我在工厂待过 对不对 我在出版社也待过 就是我好像是工农兵 什么事都干过 你比如我在工厂 我当年分配工厂的时候 我就没想到 我怎么突然就有一天 变成一工人 当工人呢 当然对工人的概念 是非常泛泛的 就俩字工人 但工人有很多种啊 我们学的那叫机械加工 学会操控机床 这在工人里算比较高的 你多少有点文化 第一你要能看懂图史 那图纸非常复杂 你要看懂工艺流程 这个工艺流程呢 是工艺员编的 每个工艺员编的 还不一样 你自己还得有这个理解 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个工艺的流程 编的十分不合理 你可以找他商量 你说这个可以简化 对不对 那么我在工厂待了五年 这五年学了很多 我首先能准确的区分 车签洗暴膜 你知道吗 这五大工种 车工 潜工 洗工 暴工 和膜工 那么这里比较复杂的是 车工和洗工 潜工是手工操作 那技术要求非常的高 一开始你就刮平台去 什么叫刮平台 我告诉你 这么大一块生铁 不平 给你一把刮刀 你要把它刮平 刮的有多平呢 我告诉你有多平 拿仪器检查 上下不差千分之二 就整个平面 不要有一个地方 和另外一个地方差千分之二 厘米 然后老师傅教给你 每做完以后磨一次 看到糕点 就点着糕点 一点一点的 最后把它磨平 这是前工 手工 非常难 那机械加工 重要的就是车工和洗工 车窗我们在影视剧中 有时候能看到 转着 看着挺过瘾的吧 那东西说起来挺危险的 那个铁爆花 烫着呢 经常被烫一下子 洗工呢 相对就比较难 洗工呢 有一种词叫万能洗 就什么造型 他都给你做出来 那么爆工就不用说 魔工都相对比较简单 那我学的就是洗工 我有时候 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碰见 有的人聊天聊天 有一回我碰见人聊天 跟他聊 他就说 我说你学什么呢 他说学机械加工的 我说你学机械加工的 我说你对这个 这个机械加工特了解吗 他说我学的都是书本上 没干过 我说你给我说说这机械加工 这个车工和洗工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他愣半天 他说也没想过 不知道 你想这大学毕业了以后 没有实操过 他就分不出来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 车工和洗工的根本区别 车工是刀不动 弓箭在动 洗工是刀在动 弓箭不动 就这么个区别 由于刀动弓箭不动 所以复杂的图形 他都可以简单的说 俗话能抠出来 对吧 那么我在工厂的这些年就看懂了各种图纸 你知道一个工件 我们那个工厂特别好 过去是恒天工业部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恒天飞机 这个卫星打到天上去 他每天干的活是不一样的 你要每天干一样的活 你就很没意思 你每天干不一样的活 你就会学到很多 比如看图纸 对吧 一个最简单的零件 必须要具备三个图纸 正式图 就是主式图 侧式图和俯式图 你至少要有三个面 那再复杂的就多个侧面 乃至抛式图 一层一层抛开看 它里头是什么样的 那我就在工厂起码学了这本书 你拿一个图 我一看我就明白 所以到今天 你不管看什么图 我基本上脑子是清楚的 前些年 这个法国那个著名的珠宝品牌 卡迪亚 请我去到这个 他们的工厂去参观 他们工厂在瑞士 都是专机接送 去了以后 两个小时的参观 跟着的人 我提出了所有的问题 因为他那里有大量的 涉及到这个机械加工 然后我提出了各种问题 他们觉得特奇怪 就说 我们请来的人 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技术性的问题 我为什么我那么清楚 我说我真的 我做过五年工人 所以才能提出如下问题 那就想啊 我们的经历 你比如我啊 第一份工作啊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说起来都有 你们都觉得不是工作 第一份工作叫知青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这知青啊 是1968年69年70年的时候 大量的城市的中学生 他都不是大学 中学生毕业以后 不管是初中高中 都一律到乡下去 接受 我第一份工作叫知青 为什么我可以说 我第一份工作叫知青呢 是因为知青的经历 是可以写在简历里的 算你的工作 算你的功龄 那么你到知青去啊 你说知青学什么 我告诉你 很多东西要学 我们学的第一件事是打水 你今天说 水不是宁开水龙头就有了吗 我不行 我买俩矿泉水 那时候我告诉你 全中国没有卖水的 我们一开始说 这瓶子里装着水麦 大家觉得你黑死我了 你怎么水这玩意能卖我 当时就因为没有卖水的 那个瓶子里至少要卖橘子汁 那我们去打水 怎么打水呢 是在水井里打水 那水井不是太深 拿一扁的 挑两个空筒去了 到那以后呢 这扁的钩子 勾着这桶 在水底一晃到 咣当就是一桶 你看是简单吧 你拐不上一桶水来 你拐不好 这桶就脱钩 一脱钩 这桶就沉底下去了 沉底下去怎么办呢 沉到水井里 你肯定不能说 我脱了 我下去 我这个不穿衣服 我下去 那那井全村人 还要这个做饭呢 还要喝呢 你脱了下去行吗 那专门有捞这个桶的工具 到老乡家借来 啊 我告诉你什么样 一大主钩子 钩子下面全是各种小钩子 然后直接沉下去 那么来回滴了 滴了滴了就突然挂上了 把这桶子拉上来 学会打水 简单吧 那么后来呢 到了工厂 工厂从看图开始 过去啊 过去这个工人呢 是要学徒的 学徒三年 我告诉你啊 我 二十岁进的工厂 十八岁下的乡 二十岁进的工厂 头三年 挣三年前 第一年 一个月十六块钱 那么这是哪年的事呢 我算算 这是七五年的事 第二年挣 十八块 加两块钱 第三年挣二十一块钱 你算算啊 这个十六块钱一年 是一百 二十一十一百九十二块钱 十八块钱一年呢 是 二百一十六块钱 这加起来四百块钱左右 第三年二百多 一共我挣六百多块钱 三年 三年挣六百多块钱 今天就够吃一顿饭了 那么学到了很多 你今天回过去想啊 人生你也不知道 你能干什么 假设我们的国家 没有改革开放 后来我可能这辈子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 我现在是以一个 老工人的身份退休 也可能八级工 过去八级工就是走到头了 那后来呢 我又不安分吧 写小说 写了小说 小说一发表 那书缺呀 把我叫到 这个缺这种人才 能写小说的 现在不缺 现在谁都会写 那网上随便挂 我们那书写的东西 必须得变成签字 才有价值 这你不变成正式的出版物 你写什么都没有价值 你今天可以挂在网上 可能有社会认为你有价值 慢慢慢慢 你看网络有很多写手 最后也成功 但我们那书必须有一层 这个官方机构的筛选 那我们就成功了 成功了呢 我就给调到出版社 当编辑 结果考核以后迅速 我从小说发表到 这个 调到出版社73天 我就调出版社去了 对吧 我调到出版社 文学最好的年代 所以我认识了所有当时 包括今天依然知名的 所有的作家 有名的没名的 我全认的 但是我干了十年以后呢 我自个儿就把这铁饭丸给扔了 那当时很多人劝我 说怎么可能呀 说这么好的出版社 中央一级的大社 你又活得很滋润 你干嘛要辞职 是我因为觉得这个社会的变革到来了 就我们放弃了 这个铁饭俗称下海 下海这事啊 有点意思啊 这下海这个词最初不是什么好词 最初是两个意思啊 在民国时期的下海呢 第一是指呢 这个业余的啊 这个演员 就是票友 成为职业演员 这叫下海 还有一种呢 就比较威啊 就是良家妇女沦落丰臣 也叫下海 所以今天说这个什么公务员下海 去经商啊 这跟古这个 这个以前的意思多少有点差距啊 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啊 就选择一个好的职业 一做就是一辈子 是这辈子就指望这事 没有人辞职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允许你辞职 没有人提出来 我就没见过我们年轻的时候 谁敢说我辞职 我不玩了 我不跟你走 没那事 为什么 你一旦辞职 你这辈子没有工作 没人敢要你 所以过去单位有一个杀手锏啊 他对你最大的一个惩罚呢 就叫流场查看啊 开除呢 不用说一开除你这辈子 你就等于宣判你死刑 他不宣判你死刑 他就给你来一个恶心你的 叫流场查看啊 比如说你犯了什么纪律了 给你一个处犯 流场查看吧 这流场查看呢 你一下就老实了 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了 因为你再犯错误 你就把他给你开除 开除你就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你就没有收入 我觉得社会也不承认你 那么我在这个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多岁的出版社工作 那时候老出差嘛 那时候出差主要是坐火车 不坐飞机 坐火车的人都是聊天 在火车上坐着就瞎聊瞎看 后来那时候我就说 我发现一社会现象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 所有人都在谈一个事 都在谈我怎么调动工作 不想干了 这个单位不想干了 因为你不能辞职 你只能调动工作 就是你从假单位到乙单位 那么他有一词叫对调 那必须得有乙单位 有一个人愿意上你假单位来 那时候有没有网络 有没有这种信息沟通 非常的不容易 怎么办呢 只好往电影杆子贴广告 所以你注意看 这电影杆子上早期 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所有的广告 除了这调动工作的 就是知性命的 对吧 那么调动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是工作不满意 也可能是跟这个领导处不好 或者跟这个单位同事处不好 就各种原因就是想调动 所以那时候为调动 很多人非常的苦恼 你今天没有这事 你实在不能处理 这个单位的关系 那你就白白了 那么我们今天 你们注意看 越好的单位 它的对应聘者条件越苛刻 甚至工资越低 今天往往是民办的一些企业 工资开得高 而国有很多企业 甚至有些大的外企 开的条件非常苛刻 而工资非常低 为什么 有人认为它有发展 你比如我知道 就有的大国企 招聘 一共是40个位置 来好几千人 那各种条件都来了 有的人上来就说 我可以免费给你干一年 你不用给我工资 你看我的能力 我干一年以后咱们再说 我看外企也有这种现象 有的外企来了 说我不需要公司 我就需要证明我的能力 你让我免费工作 工作到一定程度 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值钱 你什么时候给我工资 对吧 大单位就占很多便宜 那小单位就不行 你的一般的企业说 谁给你免费干活 不可能 那我们今天会发现一个情况 将来我们有机会 一定要讲 我们教育生态的一个破坏 教育生态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长成国家 动良之才 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生态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个原始森林 它有钻天的 高大的桥木 还有一般性的灌木 还得有攀岩植物 依附于它生存的 还得有那种苔藓 这才构成了热带雨林中的 这种原始森林 如果说你这个山上就是 独一门的树 什么也都没有 这东西万一来个病 或者来个虫害 你就全死了 所以生态不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呢 我倒是觉得啊 就是我们今天由于 盲目的扩招 你想一年毕业生 就是七百多万人 而且呢 很多大学的教育程度 是确实有很低的 我们有这种感受 因为你招待的人 你可以知道 它质量不过嘛 所以呢 这种有没有必要 更多的人学到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 如果说你没学到本事 只是浪费了这个年华 换得一个文凭 我觉得都很没有必要 我们今天啊 往往是一些有技术的工种 工资非常高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过去最不值钱的 一种工人叫瓦工 木工比他值钱 为什么木工有技术 瓦工有什么不就莫尼吗 今天瓦工 非常的贵 为什么 社会地位低 学起来也比较困难 没人来干 所以今天瓦工非常好 今天在城市里 找一个好的瓦工 一个月至少得一万多块钱 你的大学生毕业 你很难拿到这个工资 你两月都拿不到 他一个月的工资 你不要看不起 这些有技术的工人 我们老说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定要有 技术的含量 那我们今天必须 正视我们今天 择业的这个困难 对于政府来说 就业这个困难 择业 我以我过来人的经验 告诉你们 有几点必须注意 第一叫自我评估 古人有一句话 叫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先得要知道自己 你再也要知道这个世界 千万别说 我对世界有多么了解 世界风云都在我掌握之中 千万别说这个 您自己有多的能力 你自己适合什么 如果一个人 对自己没有评估的话 那我建议你 先做一最苦的活 你看自己在哪个地方 能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来 你比如很多大单位的 后勤的管理人员 往往都是从保洁做起的 你不要认为 打扫卫生是个简单的事 你怎么能把这个卫生 打扫卫生这件事做好 你不要以为 餐厅服务员是个 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 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 人家都叫他老师 叫他戴老师 戴老师呢 这个服务 他是服务出身的 他都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 还有一副这种 服务人员的架势 然后我告诉你啊 你看他的服务履历 他是第一波 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波送到香港去培训 回来以后 在杭州乡格里拉 翻面当服务员 那时候经常有领导人去 由他来服务 整个领导人的这一餐饭 两个服务员 一男一女 他就是那男的 然后我就说 你为谁服务过 他就开了一六名单 那名单我也听着吓着了 邓小平 邓小平去杭州的时候 住香格里拉饭店 整个那桌子吃饭的时候 是他服务的 还有什么美国总统啊 什么法国总统啊 等等 非常重要的贵宾 都是他服务的 彬彬有礼 你知道这服务非常难 你要在那个现场 出一个披露 你都没法收拾 我亲眼看见过很多次 不是他 是别人 我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宴会上 每个人都西服格里的 跟老外吃饭 然后撤盘子的时候 我看眼瞅那服务员 这托盘 把这盘子搁上去 这盘子里带有那个酱油汤 又拿那盘子的时候 这手就歪了 这盘子里的那酱油汤 直接就灌那一个外宾的 一个老外的脖子上 多么难看的局面 这就是服务工作 所以要认真对待自己的 一个最简单的工作 把最简单 你认为最恐的 最苦的事要做好 我说啊 一个人 甭管你什么毕业 您就大学毕业 也没有关系 当你毕业以后 你如果愿意 找一家大饭店 去当一个门童 好处是什么呢 悦人无数 你会看很多人 看真牛的 假牛的 不牛的 先不牛后牛的 先牛后不牛的 你见各色人的 悦人无数 对你后来的一生 是有好处的 比如有一个著名的 门童故事 我很多次都想讲 没有机会讲 那我们今天就讲讲 这个门童 这个门童呢 是加士德拍卖公司 世界上有两个 大排卖行 一个叫苏富比 一个叫加士德 他是纽约加士德公司的 这个门童 就是拉门的 我们今天叫门童 是因为早期拉门的 都是年龄比较小的 但这老先生 是一直拉到退休的 任务就是拉门 来了拉门 跟您打一招呼 请 这工作简单吧 我告诉你 他最初进加士德公司 因为没什么学历 也比较苦 一开始让他做保安 做库馆 做得井井有条 特别认真 在这个 加士德甚至当时 把艺术保管 库的钥匙都交给他 显然有很多信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觉得 这已经是个 很好的工作了 我现在 我最爱去的 就是人家那个库房 看东西嘛 你已经管这些艺术品 相对来说 你都有等级了 他突然说 他突然知道了 说公司要招一门童 他就跟老板请示说 我能不能去当这个门童 老板一想 说你当门童干嘛 他说 这个门童就是工作 工作要有热情 说我在这底下 我都想找一份 跟人能更多的 打交道的地方 老板经过考察 说行 你给公司门口 说公司大门 门口是个很重要的单位 脸面 您去给拉门 吉尔 这人叫吉尔 吉尔就去拉门 这门拉了多少年 从二十几岁拉到退休 拉了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就干一件事 拉门 记住所有人 他为了记住所有的客人 你知道去加士德公司的客人 竟是如雷贯耳的人 他就把报纸上的各种名人 照片名字剪接 那时候都没有像现在网络 那么发达 就剪成纸 贴在家里门上 天天看 认 比如他每天都笑容满面的 说一看 说您好 安迪先生来了 说您好 说拉里先生来了 说梅森先生来了 就谁 每个人都认的 每个人都能唠两句家常话 后来有一天 公司发现他有一价值 这个纽约 你知道加士德公司 苏比公司 在世界各地重要的一线城市 比如 你比如我们知道的纽约 伦敦 巴黎 香港 像阿姆斯特丹 都有分支 他在伦敦有个巨大的商业活动 就问公司 谁能认识这些所有参加这个商业活动的艺术家和重要客户和这些名人 谁能认识 大家想了半天 除了咱们这门童这吉尔 全公司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替代他 然后公司总裁说 说你去伦敦吧 他说我这个这么多年没跟我们妻子分开过 说说说 说这个我这最好就别去了 说再说公司也不差我这一人 那公司马上说你太太可以一块去全部坐飞机 然后到伦敦机场以后 加成林肯街道酒店 那么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中 他穿上晚礼服 你知道在英国非常绅士都是宴尾服 那宴尾服我告诉你 你要没穿过你穿上以后特别不自信 因为他后面有一大片道扇着你屁股 那么他就觉得有从来没有的这种荣耀 这就是一个在加史德工作了35年一个门通的故事 那么他自己就说 说你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 你要充满对他充满热情 所以他才能让你走得很远 当他退休的时候 加史德公司举行盛大酒会 就为他一个人 吉尔为我们公司拉了35年的门 这35年来看到了世界的变迁 看到这个人由年轻到年老 客户也有 看到客户一代一代的替代 看到客户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 要后来变成有钱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迁 艺术品的高高低低的这种起伏 对吧 所以公司愿意为一个普通的拉门的门通员工 举行盛大的酒会 欢送他退休 在这个酒会上 公司宣布 吉尔以本公司副总裁的身份和待遇退休 你想一想 你很多人做这件事 你到一个拍卖行 你想做到头 你也就做个副总裁 你可能做不成总裁吧 一个门通按副总裁的待遇退休 是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 但是吉尔由于自己有自己的理念 他就获得了这份荣耀 第二点是什么呢 不畏难不畏小 这事多难不怕 我年轻的时候 去在出版社碰到过很多难事 领导一犯难 我就说我去试试 我们年轻 脸皮厚 这事过 不成就不成了 我总要试一次 是吧 还不畏小 什么叫不畏小 很多事说这小事让我去干嘛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小事 对吧 你不是日本游电大臣 对吧 日本游电大臣 当年第一份工作 就是打扫 为人家